大家平安 今天晚上星期五 按照我们在整个聚会的安排当中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分享圣经的专题 那么我们在今年当中一直来讲到新旧约的背景 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在每一日的灵修当中 我们都应该来看看圣经 但是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到每一个经节都有它的特色 可是在系统的连结上面 我们发现好像是片片断断的 虽然我们认真地来查考圣经 可是因为我们对系统 对前面式的了解不是非常的严谨 导致于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我们可能产生了一些落差 甚至有产生一些错误的一些看法 但是我们如果能够非常专心的 能够从一个比较系统的主题的 或是一个全貌的方式来了解圣经 那么我们对理解圣经里面的争议 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新就业的背景 可以提供我们这样一个方向 让我们在每日的读经当中 能够从圣经里面 从神的话语当中 得着生命的亮光 那我们今天晚上呢 继续来分享的是 这个讲义的 讲义的第十页 我们来讲到这个埃及 讲到埃及 那么就业圣经里面呢 让我们发现 神在预备旧恩当中 祂曾经在几个重要的地里 或是在重要的一个区域当中 祂留下了很多信仰的足迹 让当时在旧约时候的以色列人 乃至今天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 就是所有的基督徒 能够透过在圣经里面的记载 从属地的 从属肉的 能够朝向一个属灵的 一个灵修的方向 来看待我们个人的信仰 让我们能够更加地来敬畏神 来拯索神的吩咐 让我们在敬神 爱人的生活当中 能够活出神的形象 那么在整个圣经的 这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当中 我们之前有讲过 一个叫做两河六亿的 这个叫柏拉大河 这个柏拉大河呢 我们之前有谈过 它呢 可以称之什么呢 叫做米索泼大米 米索泼大米 有时候呢 我们会用另外一个名称来 来称呼它 叫做米索泼大米亚 这是在整个就业里面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 从这个伊甸开始 一直到组长时期 那么一直到 这个 以色列百姓在就业当中 有相当多的 都是跟这个历史 有很多的关系 那今天呢 我们来分享的是 另外一个地点 就是埃及 那么埃及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的出现 事实上早在这个 旧约圣经当中 尤其是在创世纪里面 我们也经常看到 好比说 神所捐选的这个亚伯拉罕 当他 按照神的旨意 凭着信心 离开他的故乡 无耳 那么一路主坛的方式 也来到了迦南地 那么在迦南地呢 来领受神 所要祝福的这块土地 但是在整个大环境的 一个影响当中 他呢 因着当时的饥荒的缘故 不得不 就来到南边 一个比较复苏的 而且是一个比较文明 比较进步的一个城市 而那个地方呢 叫做埃及 也因为这样 埃及在整个 组长历史当中 他首先已经跳出来了 来告诉我们 埃及是一个进步的 是一个文明的 而且是蛮丰富文化的 一个古国 那么从这个 组长的亚伯兰开始 后来我们又看到了 看到了在这个 约瑟的时期 约瑟呢 被卖 本来是要被杀 后来在神联名跟保守 以及在救恩的议备当中呢 他就被卖了 卖到哪里呢 卖到埃及 也因为这样的转折 他后来呢 就在埃及 成为当时在 华老之下 一人之下 众人之上 同管全国 经济梦脉的 这个宰相 也因为这样 他们度过了 当时七年的 饥荒时期 也透过了 丰富的这样的一个 收成的时期 让他们国家 奠定了一个 强势的国家 而这个约瑟 在埃及 做了这样的 一个宰相 让我们更清楚了解 在以色列的民族当中呢 埃及跟当时的百姓 产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尤其进入到这个 约瑟的晚年的时候 他们全家 全家 全部迁移到了 这个埃及的地方 而那个时候呢 约瑟的爸爸雅各 他们一家人 全部来到的 这个埃及 那么这个时间 过了很快 一转眼呢 也经过大概 430年的时间 那么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渐渐 就在这个埃及 这块土地呢 就慢慢地 生养众多 不但生养众多 他们的这个 所谓的国力 这个所谓的 百姓的民力呢 越来越强盛 也因这个强盛呢 吴行中 让当时统治的 这个埃及的法老 他心中产生的 这个叫政权的威胁 为什么这个时候 他们产生政权的威胁呢 因为在历史当中呢 往往都是 外族人联合起来 对当地的这些 当地的埃及人 就产生一个 政权上的争夺 所以在约瑟的时期 统治这个埃及的 这个法老 并不是本地人 是外来的民族 所以有人说呢 他的肤色 比较属于白色的 都应该是从欧洲来的 所以他们呢 有这样的一个 历史上的一种伤痕 他不愿意呢 这块属于 他们自己的土地 又被外来人 占领以后呢 形成这块土地的主人 来统治 他们当地的埃及人 所以在这个历史上的 一个记忆当中 他看到的 以色列人越来越多 所以担心呢 历史的这个覆辙呢 重新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呢 就藉由各种的方法 包括灭种的政策 什么叫灭种的政策 就是只能生你蛙 不能生蓝海 用这样的话 进行灭种的政策 所以呢 当你升到蓝蛙 蓝孩子的时候 就以色列人来讲 应该是快乐的开始 却无形中呢 疫苗中的快乐 转换成内心无限的一种哀伤 因为法老已经有下达一个 残酷的行政命令 只要生男孩 马上就要杀掉 这个是一种灭种的政策 只能生女孩子 那么为什么要生女孩子呢 因为生了女孩子以后呢 他不能跟他的同胞 以色列人来通婚 他只能跟外族人通婚 而这么以外族人通婚之后呢 他们呢 这个民族就等于同化了 或是规划成当地的埃及人 这叫做灭种的政策 不但有着灭种的政策 反而又用一个 所谓的劳动 苦工的方式 要来压榨他们 要来凌辱他们 所以这个时候的埃及 对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信仰 或是民族历史的概念当中 他们是一个非常残酷的 非常霸道 非常没有人情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么虽然埃及呢 曾经有这么样的历史上的记忆 可是在圣经里面 对埃及呢 有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 而其中的介绍 最主要在哪里呢 最主要是在于信仰的部分 也就是说 虽然人在埃及 但埃及不但是构成 这个民族的一个兴衰 或是血脉的延续之外 更要紧的 是对于当时的信仰 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在圣经的历史里面 当他谈到埃及的时候 他所要强化的 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如何分别为圣 不能在埃及的时候呢 又受到埃及的这些宗教的 文化上的影响 必须要完全地脱离 而且来断绝 所以神就卷选了摩西 藉由摩西呢 在西南山的山上 要来颁布十条诫命 藉由从神而来的诫命 要跟当时的埃及的文化 来做完全的七格 来告诉他们 他们的信仰是多神的 他们的信仰是民信的 他们的灵性是堕落的 但是属于神所卷选的百姓 他们的信仰是独一真神的 他们有这个静神爱人 完整的诫命的 因此在灵修上 他们是属于神形象的 你用这样呢 来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埃及它代表的是一个魔鬼之地 拜祷的是一个黑暗罪恶之地 今天属神的百姓 要永远跟他们断结 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讲义 有这么一个记载 我们先来看一下讲义的部分 我们先看讲义 第十页 第十页当中 我们有讲一个叫尼罗河 那么尼罗河呢 它被埃及人呢 它视作为什么呢 是一个生命的死亡的 乃至于死后生命的一条通道 那么由于呢 这个尼罗河啊 每年的大水啊 就使得这尼罗河的沿岸啊 非常的回沃 也就是定期的患难 也就是水非常的大 那么大到最后呢 水又穿急 水势又大的情况下呢 这水就淹过了两岸 那么淹过两岸之后呢 没多久 那个水又退了 所以在这个淹没的过程 以及退的过程当中 让这些土壤增加相当多的这些养分 也因这个养分啊 让当时的农作物啊 产生更多的这个生长的动力 所以呢 土壤回沃 农作物呢 就非常的清脆 非常的茂盛 说成量呢 相对的就增加了 所以这个尼罗河呢 就成为他们的生命的源头一样 也因为这样奠定了这个埃及 在古文明当中 一个非常的重要历史 但今天呢 在整个圣经当中 我们已经稍微提到了 从约瑟开始 乃至以后的以色列人 他们长期住在这个埃及当中 他们已经深深受到埃及文化所影响 甚至在这个影响当中呢 也感染了 他们对独一真神这样敬拜的态度 那么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呢 让我们了解到这个部分 也就是有一个文化的经济的 这样的影响 但是到了初埃及记的时候 他更清楚地讲到 他的信仰的影响 已经非常的强烈 那我们在讲义里面呢 就谈到了 在这个埃及这块土地当中呢 他们有一个非常浓厚的 而且非常广泛的 这样的一个宗教的习俗 那么讲义里面说呢 在这个埃及啊 这尼罗河这个地方呢 有非常多的这个 所谓的一个神子的概念 所以是属于一个多神的区域 那么在这个埃及人的 多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呢 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叫做九柱神 九柱神 这个柱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石柱 一个根基 一个柱石 那么有九根很重要的柱石 成为他们在信仰崇拜当中的 主要的神明 而这些不同名称的这些神呢 各有各的职长 而这些职长是关乎的 当时以色列人 在整个生活取居 从生 老 病死当中 都有产生一个紧密的关系 好比讲义里面说讲到 有一个叫拉 那么这个拉呢 是什么 叫太阳神 而这个太阳神 又就是创造的神 祂是神子的一种 所有神明 所有神子的一个源头 所以有人称他叫九柱神的老大 九柱神之手 那么接下来一个叫书 这个书呢 是风与空气之神 但是呢 他就是刚刚所讲 太阳神的什么儿子 就是拉的儿子 还有一个叫做 太夫努特 他是鱼跟生育之神 他是这个拉的 就是太阳神的女儿 还有这个盖部 盖部 他是叫太阳之神 太阳之神 还有这个卢特 天空之神 这样下来呢 总共有多少神呢 有九个 就九个神的名称不同 他的职长 而且他们的关系 各有不同 但是简单讲 都是一脉相传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神子 大概有什么呢 这里讲义里面有讲到八个 像阿波菲斯等等 这些肉肉等那么长 那么多的名字 而这样我们看起来呢 在当时的埃及 这个神真的太多太多 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 而且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信仰 那么这个神的百姓 独一神的百姓 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宗教文化 跟背景里面 如果说没有特别的简险 如果没有神特别的保守 在这个时代的脉托当中呢 很快的 你这些民主呢 就会被周遭强势的 主流的文化呢 所影响的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感觉啊 一个人 一个民主 如果到一个强势的 多数的一个文化 或民主当中 你久而久之呢 你就忘了你的文化 所以有很多人说呢 你会不会讲台语 不好意思 我不会讲 你会不会讲客家话 不好意思 不会讲 你会不会讲你的母语 抱歉 我不会讲 那为什么不会讲 因为我们这里都说什么 好比我们这里都说国语 所以我们大家都说国语了 每一个人一出门就是国语 所以国语就变成我们主流的 而且强势的一种语言 小朋友上课 我们在外面上班 你跟客人接洽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每一个人开口就是这种语言的时候 你的母语没有机会 你的母语也没有讲 你母语也没有人教 就这样 虽然你是属于这种民族性的 你本来要讲这种语言的 但是很抱歉 在这种区域的强势语言当中 你就没落了 你现在就忘记了 所以假定不是神的保守 以色列人在这么一个强势的文化当中 而且是这么强势的 异教的一个习俗里面 如果没有神的保守 他们真是很难以把纯正的信仰延续下去 但是也相对告诉我们 在这么一个保守不义的情况下 他们仍然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影响 所以神在这个尼罗河 在这个埃及当中 固然是看顾着他们 保佑他们 但是当要建立他们一个强大的民族 甚至带领他们回到神 所应许的迦南地的时候 特别对于这个埃及所留下的信仰的这样影响 要藉由神的权柄 要告诉他们 我们要清楚地认识 唯有天上的这位独一真神 才是真正的神 过去我们在埃及所接触 所面对的 这些看起来都给那些埃及人 在生活层面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也很可惜 他们不是神 他们是一个灵里面的工作 一种迷惑而已 所以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 离开埃及的时候 神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 就以色列人来讲 这叫做十大神迹 在他们眼中 看到神的神迹 看到神的大能力 因为看到神 借由他的神的能力 一一地来击败 在当时埃及人认为最强 最有用 最有帮助的这些神明 所以十大神迹 就以色列人来讲 是神的全能 可是就埃及人来讲 就不是全能了 就是灾难的开始 所以如果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 以埃及人的角度来讲 这个十大灾难 就是十灾 就以色列人来讲 这叫十大神迹 十大能力 那么在摩西带领百姓 离开埃及的时候 分别用着神的能力 降下灾害 让当时的埃及人 蒙受这样的一个苦难的时候 唯有神的百姓 以色列人 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 这是非常奇妙的 也就是用全面式的一种灾难的时候 唯独神的百姓是平安无事 为什么 因为这个力量的来源 来自于神 而这个刑罚的对象 就是当时的埃及人 因为他们不是敬拜 独一真神的民族 他们是个多神 一个相当民性的一种民族 那么借有这样的十大灾难 让他们完全的了解 唯有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 才是真正的神 同样的 以这样的神迹 来坚定以色列百姓的信心 那我们先来看看圣经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的记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出埃及记 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 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七章 出埃及记 我们来看第七章 第七章的第五节 出埃及记的第七章的第五节 旧约是七十六月 七十六月 第五节 我身手攻击埃及 将以色列人 从他们的中间 领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 埃及人就知道 就知道我是什么呢 他说 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 他非常明确地来做一个很重要的宣告 今天为什么要有十大的灾难 透过这个灾难来告诉埃及人 告诉埃及人什么 所以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 才是真正的神 而这个真正的神 有一句话说 让埃及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这个耶和华这一句话 蛮有意思的 但是因为在过去里面 以色列人 也就是希伯来人 在他们文字里面 对这个词 他只能写而不能开口 只能看而不能念 所以每天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他脑子里面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 所以在当时他们的文字里面 如果用英文来讲 就是VYWH YWH 或是写JWH 这就是他们叫做 就是他们念耶和华的时候 所代表的一个母音在那里 所以他们只能看 但念不出来 他知道这个意思 但是又不能讲得出来 所以每次看到的时候 他明白这里面是什么意思 但是如果真的要把它念的时候 要怎么念呢 他们就用一般的话 叫做足 这个足在希伯来文里面 叫做Adonai 用Adonai来念 也就这个计划 在文字里面 叫做YWH 那你不念这样了 你用另外一个音 叫做足的音 Adonai把它念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们对这个字 是很清楚的 但是他们知道意思 但是就不能念 有人说 因为神是圣的 我们的嘴巴是污秽的 所以心存敬畏的心 不敢直称神的名位 所以就用这个代替音 我的足来把它带过去 那么后来 有在翻译的时候 有一个叫马索拉译本 在这马索拉译本 在翻译的时候 就把这个WHYH 这个字 把Adonai的母字音 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 就变成一个三节的念法 叫做耶和华 另外这两个字的念法 叫亚威 因此在我们中文翻译 就根据这个音 用音译法的方式 把它写成耶和华 或者是有人称为亚威 但是它实际上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我是 什么叫我是 这个是就是生命的意思 就是一种力量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是生命的源头 我是永永远远存在的那一位 所以后来我们中文的翻译 用一个生命的角度来讲 我就是自有拥有 我们的中文圣经 有人就干脆把它翻成什么 永恒的主 永恒的主 所以透过这个十大神迹 让埃及人也清楚知道 你们所敬拜的神 是那一位生命的主宰 是生命的本源 而是永永远远活着的 他叫做耶和华 就是自有拥有的 所以后来我们对于天上 这位神的认识是什么 他就是永活的神 他是永在的神 他是永生的神 他是永远的神 为什么 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 所以称之为神 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 那我们人呢 不能称之神 因为你们不是生命的源头 一般所创造的这些人 这些物 你要称为他神吗 很抱歉 因为他也不是生命的源头 所以他没有这个资格 称之为神 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 能够称之为神的 他有一个重要的特质 就是生命的源头 也因着我们的神 他是生命的源头 生命在他里面 他才能够创造宇宙万物 所以创世纪的这些创造的记载 从无变有 而让生命生生不息 也让生命非常丰富 非常活泼 各种其列 而这个就是生命的源头 这叫做神 而这个神 如果要讲祂的属性 我们就称之耶和华 叫做自有永有 所以透过击打埃及人 让埃及人能够清楚知道 原来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 就是这位独一的天上的真神 那么我们的神 在原来这样的一个 虔诚的崇拜当中 才发现 我们的神 碰到我们以色列人所拜的神 才知道原来是真的 我们是假的 原来是真实的实在 真实的存在 我们是稀构魔鬼迷惑的一个神子而已 就是对以前的埃及人 有这么样的一个符号 或是这么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对于以色列人 生命记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 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 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 生命记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 生命记第四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十四节 生命记 生命记第四章的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 神合成从北的国中 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 用试验神迹 骑士 征战 大人的手 和孙出来的绑壁 并大可畏的是 像我们 像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埃及 在你们眼前 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 这是选给你们看 要使你们知道 唯有耶和华 他是神 除他以外 再别五神了 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埃及 在埃及的十大神迹 带给的当时神的百姓 以色列百姓 非常清楚了解 我们有一位神 这个神在整个 鼠林的征战当中 他一一的击败了埃及 而且是埃及人 认为非常重要的 像那个九祝神 一切有保佑的神 完全都在神的权能当中 变成什么 变成受苦受烂的一种 一种象征 所以十大神迹 就来告诉我们 这样给我们的恩典 那么有人在探究了 这个十大神迹 每一项里面 到底是神 借有什么样的能力 来击败 以色列人什么样的神 埃及人的什么样的神呢 有很多的参考资料 他这样说 好比说 这个水变成血了 一般的水很清澈 这个水可以游泳 这个水可以吃 一刹那之间 这个水都变成 流血的血在那里 红红的 而且暗红色的 很多东西 好像已经死在那里了 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神败坏了尼罗河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人 没有这个概念 但是埃及人 他把尼罗河 当成是个河神 尼罗河是个神 他们的生命之神 所以有这么尼罗河 有这么一个生命之神 带给他们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一切的发展 所以河就是神 尼罗河就是神 但埃及人很迷信 而且很崇拜的时候 神就让这个水 你们认为是有神吗 我让这个水 成为一种败坏 水成为一个灾难 让人神已经不存在了 这就是水变成血 因为他们敬拜的是尼罗河 所以用这样的灾难 来击败他们的尼罗河神 接下来还有一个叫蛙灾 蛙 青蛙的蛙 蛙灾 这个青蛙它代表了什么 它代表的是一个丰收 代表丰收 我们有很多人喜欢到乡下去走一走 尤其到这个快收割的季节之前 你会听到那个蛙叫 那个青蛙在叫 夏天的时候青蛙会叫 那种树上会有蚕在叫 这个是蛮歉意的一种生活 像我们小时候 一定会在田梗当中去钓青蛙 用钓的钓青蛙 还有我们把竹子剖开 然后用尼龙绳缝起来 用那个一勾的勾把它勾住 用蚯蚓挂在里面 就是把它撑在里面 然后插在田梗的两侧 然后让那个青蛙看到 那个蚯蚓在那边动动 它就跳下去 把它吃的时候 刚好被那个鱼钩勾住 勾住它的脖子 我们就可以抓到青蛙了 那它一个登山鸡 用登的 就是好像一个陷阱 等你过来吊上去一样 所以在那个农村的生活当中 你看到那个青蛙在叫 叫得越大声 而且要得叫得越密茂盛的话 那代表什么 代表丰手 最近是因为我们农业科技发展 所以我们奔农药就把它喷死了 死了以后就听到青蛙 但是我们小时候到处都可以来青蛙 还拿青蛙来做实验 那么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埃及它是以农立国 所以青蛙的繁盛 青蛙的叫声 青蛙的数量 它代表的是一种生育的 它代表的是一种生产的 所以挖斋代表什么 挖斋代表生育之神 那么今天你认为是生育之神 要拜他 对不对 我今天我耶和华 我这个独一尊神 我就败坏他 让你们知道 这个不是神 这是一种败坏 这是一种破坏 这一种瑕疵 让你苦不堪言 还有狮斋 那个狮子的狮 那么狮斋是对于 当时的埃及人来讲 他们认为这是沙漠之神 这是大地之神 所以也借一支 用这个狮斋来告诉他们 你们认为是沙漠中的保佑者 是大地中的科护者 抱歉 不是 这个狮子让你养得不得了 狮子的存在 让你生活苦不堪言 再来有苍蝇的营 营灾 营灾是什么 在后来有句话叫做 别西普 别西普就苍蝇之王 那么苍蝇之王是什么 就是疾病的恶魔 你今天为什么会有疾病 因为那个苍蝇在你的身上护着 所以你就疾病了 为什么 因为苍蝇跟蜜蜂不一样 蜜蜂的脚 带有蜜 然后呢 这个苍蝇的脚 它不带有蜜 它带有续菌 因为它到处飞 那个脏的地方也飞了 腐烂的地方它也飞了 飞过之后 它沾满了它的脚 然后飞到你的幻丸里面 这带来一个不卫生 带来病菌 但是呢 他们认为 这个苍蝇是什么 苍蝇是一个疾病的恶魔 你要拜它 希望它不要来干扰你 带来更大的疾病 但是神就用 他们所拜的这个苍蝇 来困扰到他们 让他们也苦不堪言 还有畜 牲畜的畜 而这牲畜呢 具体代表叫做牛神 他们借由这个牛神的这种出现 畜生的出现 让他们产生了一些影响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牛是一种耕作的 很重要的一个牲口动物 所以要好好拜它 但是神也要拜坏它 还有什么 这个所谓的叫做苍灾 苍灾 这个苍呢 生苍的苍 在埃及人认为 这是医治之神 甚至是要神 但是神也要来拜坏它 还有一个下冰袍 这个袍灾 这个冰袍 从天上而降的这个袍呢 在他们认为 这是天公之神 大气之神 神也要拜坏它 还有蝗虫 那么蝗虫呢 要拜它 因为蝗虫拜它 它会保我们平安 不会来干扰我们 让我们成为 农月之神 但神也要借风灾的出现 大量的风的一个入境 所到之处呢 所到之处呢 所有的麦啊 所有的笼柱 被一啃而光 就变成荒惠之地 神要借有这个蝗虫呢 来告诉他们 那么还有一黑暗之灾 撒那间 哇 没有太阳了 太阳被堵住了 你平常把太阳当成神 但是我就让你的太阳 看不到人 看不到他 那么这个呢 是当时神 借由这样的一个神迹 这样的一个大能 来击败埃及人 心目中最值得敬拜 这些神明 这些呢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让埃及人清楚地知道 以色列人所敬拜的 才是独一真神 叫做耶和华 就是自由也拥有 那么也让以色列人 亲自体验神 在这个带领的过程当中 不但保守着他们 让他看到神的能力 是这么大 从来没有看过的神迹 居然就是他们 所敬拜的这位独一真神 也确定了 他们在埃及所面对的 所影响这个神明呢 从此以后呢 要勇敢地断绝 因为我们应该敬拜 那位独一真神 所以后来呢 我们看到摩西颁布 这个十条诫命的时候 他非常清楚地说 当拜独一真神 透过这样的一个 历史性的一个记载 那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呢 曾经在埃及 受到埃及多元的文化 宗教的一个迷惑 如果今天你没有按照神的诫命 来做一个区隔的话 长久的历史 会变成你的习惯 而这个习惯又变成了文化 文化潜入末化当中 变成你的信仰的价值 这时候呢 要怎么改就改不了 所以借由摩西的石灾 然后借由十条诫命的颁布 那么借由旷野之行 把过去埃及所有的遗毒呢 要在主的里面 勇敢地把它弃除掉 这是在埃及里面呢 所给我们的一个 很重要的提醒跟教训 那么以色列人呢 后来他们就住在埃及 也就是从约瑟以后呢 他们前家就迁徙到埃及 他们来埃及呢 他们有几个重要的城市 那么这些城市呢 跟圣经呢 又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 首先讲到重要的城市 有叫做戈山地 戈山地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创世纪的十七 四十六章 来看一下这里面就讲的戈山地 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 创世纪的四十六章 创世纪的四十六章 四十六章 我们来看一下三十四节 四十六章的三十四节 你们要说 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 都以养牲畜为业 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 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戈山地 因为凡牧养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 这里是耶稣呢 他去迎接他们的父亲 迎接他们的兄弟 大家都来到这里 来到埃及 那么宰相的家属呢 从迦南大老爷来到这里 你身为法老的 你怎么可能不去接见这些 宰相的这些家人呢 一定会去接待他们 那么接待他们的时候呢 一定会说 你们要住哪里比较好 因为毕竟你是贵宾嘛 你贵宾我应该要好好来照顾你 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就特别说 说什么 你应该要跟法老说 说什么呢 说我们向来 我们的祖先都是细目为业的 细目为业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住在戈山地 那么这话一说呢 法老就知道了 法老就能够做决定的 就好 你就住在戈山地 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 法老会接受呢 因为约瑟他知道 知道什么呢 在整个人类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叫产业结构的发展当中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原来是从畜牧业的 然后慢慢地进入到农业时期 我们当然这农业时期 也进入了相当长的时间 如果用近代史来讲 后来进入到工业革命以后呢 整个世界就完全改观了 机械化就开始取代了这些人力劳力了 那么工业革命也好 工业的进步 带来机械性的发展 但是你看我们最近呢 我们又不断地在往前跳跃 往前提升呢 我们是用什么 我们现在是用一个叫做数位化的时代 就像我们今天玩车床好了 以前如果你是读机工科的 你要车床 车床这一台机器呢 它是这个机械 可是车床这个机械呢 是要人去量啊 我们有一个游标尺 然后呢你要定 你按着中心点要定好 那么定好后呢 按照这个游标尺还有什么 要在那边磨啊 你就机工科的 或是来做车床的 你就用人工在那边 做你的加工品吧 虽然机械化可以代替我们人力 提供很多的效力 但是呢 毕竟生产是有限 所以现在人家在做很多的东西呢 就是什么 电脑设定 已经把设定的程式呢 都设定好了 你要在这个机械上面 只压几个符号压一压 你门一关空一声 人家就开始做了 做好时间到 它就出来了 做的精细度比你更好啊 比人工更好 这叫什么 这叫数位化的时代 所以在当时的人力文明的进程当中 如果你还是停留到细木业的话 会被那一个比较进步的农业说 你算老级 没有文明 没有程度 我都在骑摩托车 你还在走路 我已经开便鲁了 你还在那骑脚踏车 就感觉你已经是落乎的 而且你是落后的民族 所以圣经里面说 因为埃及人 他认为呢 凡是牧羊的 就是被埃及人所厌恶 就在这里 所以约瑟就跟他的爸爸说 你就这样说吧 你这么一说呢 你就能够在这个歌山地呢 你能够长久的生活 不但能够稳定的生活 而且很重要是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被人家瞧不起的 是被埃及人用一个高傲的 进步的态度说 这个地方是落后的地方 所以他不会跟你在那边争土地 所以很自然呢 就有所区隔 而这个区隔 对以色列民主来讲 就是保有他们一个纯正信仰 一个很好的一个 好像一个无为强的一个黄域一样 那么后来呢 他们就住在这个歌山地 那么歌山地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看这个图呢 歌山地叫做夏宁楼河的地方 而这个夏宁楼河呢 他在往南 在往北走呢 因为他是这个叫做南高 南高北低 所以呢 在比里斯这个后面 这个地方才属于高一点 然后呢 这个上游 就往下下下流 流到歌山地 然后呢 就流到哪里呢 就流到了这个地中海 所以歌山地呢 在埃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后来呢 因为这样的一个说法 也就是耶稣的建议 后来他们就住在那里 一直到哪里 一直到他们出埃及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南塞呢 最后歌山地呢 就是当时一个最复苏 最好的土地 接下来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呢 是在尼多河的中游的地方 它的城呢 跨河而建 然后缩河而上 是一个皇室 其实就是法老 以及宗教的中心 那么也是法老生前的 一个都城 但是他们认为 也是以后 他们死后呢 一个地理 阴间的一个名城 那么迪比斯呢 后来呢 又称为什么呢 称为挪亚门 那么挪亚门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亚门神的家 或是称为神的家 是古代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称呼 叫做挪城 挪城 所以呢 地比斯呢 他有两个名称 一个叫挪 一个叫挪亚门 而这个呢 记载在这个 拿红书的第三章的第八节 或是耶利米书的 四十六章的二十八节 都有分别谈到 这个埃及 那么用这个城 等于这个埃及的方式 来说到埃及 或是这个地比斯 必然遭受到 神的管教跟刑罚 另外呢 还有一座城 叫达比利 达比利 这个达比利呢 是在这个南塞的东边 南塞的东边 也可以说是在 比东的支比的地方 是尼罗河三甲州 以及埃及最东边的 一个境界 我们这个图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 它相近靠近 靠近这个西乃半岛 最左侧 那个最左侧叫什么呢 叫做红海的地方 那么这个 埃及最东边的 这个边防重镇呢 在当时呢 以色列 南国犹大国 就是耶哈南 他不理会 耶利米先知的预言 所以他们曾经带了一群 一群 也就是被 巴比伦所统治之后 这些人就逃了 逃到这个城市 叫做比利这个城市 就暂时地 居住在那里 那么后来呢 圣经说呢 这些人呢 又被埃及人所同化 所以记载在 耶利米书的 四三章第七节 以及 以及结书的三章十八节 所以后来呢 在耶利米先知呢 他曾经对当时的百姓说 你们绝对 绝对不能下埃及 就该说他们祖先 你们都不能下埃及 可是因为南国 已经产生的 一些军事上的威胁 国也败了 民也快要亡了 所以很多人就逃 就逃到这里来 所以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十二页 十二页 十二页里又谈到一个 叫做博士迈 博士迈 那博士迈是一个 以太阳神庙 为主的一个城市 所以这个博士迈又成为什么呢 太阳神的家 它是在开楼附近的一个古城 那么在耶利米书的四三章的十三节 就有这么一个记载 所以在耶利米书呢 它可以记载这南国 优大国 末期 以及灭鬼之后 有关于埃及的这些历史 我们都可以从这个 耶利米书这个经节里面 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综合以上 我们对于这个埃及来讲 我们就产生了相当多的一些想法跟概念 神的百姓要离开这个地方 是要让这些以色列人清楚知道 我才是真神 因此你要谨守我的诫命 不能拜这些神 要过着以神同在 以神为主的信仰生活 所以你要拜独一间神 不能像埃及人雕刻偶像 你不能随意地来亵渎你的神的名 要分别为圣 因此要在安息日 在周末 在第七天那一天 做信仰的整合 回顾 以及对神的仰望 我们那一天叫做安息日 所以安息日 是一个以教分别为圣的日子 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外邦 甚至会被外邦文化所影响的 这样一个时代 或这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借由安息日 来做最后的一个沉淀 做一世的思考跟激励 我要跟他们分别为圣 我要与神相交 我要纪念神的创造 跟纪念神的救赎 我一生一世 要在神的里面 过着安息的信仰的生活 这就叫安息的意义 然后才谈到人与人之间 十条戒命人伦的部分 所以我们已经从这个部分当中了解了 但是好可惜 信仰的历程就告诉我们 人是软弱的 若不是神的怜悯 人容易患罪 人很容易迷失 所以后来我们再看 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 有一个人叫做亚伦 他在所谓的一个彷徨无助的当中 他居然被百姓影响 因为那时候摩西已经上新来三四十天 他上去之前没有跟你讲说 我要去四十天 所以你不知道你何年何日再下来 是因为下来了才知道 已经四十天 但是一出发并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会回来 所以长长的漫月 在那边等候的时候 他们认为我们没有神 他们把摩西当成神 所以摩西不回来 他们以为没有神 所以就很延时的 很潜能的 把他们那种过去 在埃及当中所说的文化 又浮现出来 所以他们就用 他们所带来的黄金 打造埃及的神 叫牛犊 把牛当成神来拜 因此用牛犊 就是小牛的一个样式 结果就用黄金打造出来了 大家把他说 你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 然后大家在那边献祭 在那边吃喝 在那边跳舞 在那边摸拜他 而那个时候的时间点 摩西正在西乃山领受律法 所以同一时间神震怒了 告诉摩西说 你们底下叛变的一样 乱了啦 后来摩西在下山 把这些拜偶像的 一一的来剪除 所以我们人很容易受影响 再来就是 北国的第一个建国者 就是约罗伯安 那耶罗伯安也是一样 他为了逃避 所罗门的这样的一个追杀 他逃到埃及 那么等所罗门过世了 他的儿子罗伯安 来继位的时候 他知道有机可乘 耶罗伯安又回到埃及 那后来他建立了国家的时候 他为了用一个 所谓的去文化的 去宗教的这种做法 他又告诉百姓 你们不要去耶稣 啥能去什么 敬拜神 守洁 我就可以让你们有神了 一个耶和华就出现 你在面前 所以他们在最北边的 但跟最南边的伯特利 分别用一个金牛犊 就跟亚伦的概念 受埃及文化所影响的概念 一样的 来拜这个金牛犊 告诉所有百姓说 金牛犊 这就是神 仔细看金牛犊 这叫埃及人的神 但是今天他说 今天不是埃及的神 不是今天叫耶和华 这就是所谓的本土化神学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已经了解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从埃及 这个尼罗河之地 我们就了解 圣经里面相关的历史 那这样的话 我们活在今天 我们周遭有很多 类似埃及的文化跟思想 有很多的信仰的模式跟遗传 那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 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里面 不受影响 那么今天晚上 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让我们了解 原来在以色列 在这个就业历史当中 有这么一块土地 叫做尼罗河 它又是叫做埃及 它所造成的信仰的影响 跟我们今天信仰的形式 有这么样的一个意义 跟关系存在 所以求主耶稣帮助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 也能够了解 这么一个部分的信息 愿神祝大家 我们最后再来唱诗 我们来看看